扫码即可下载 美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Farmer's Market 甚至有的还出名到全球人都知道 千万别小瞧了这些美国版的菜市场 你能做的可不只是买菜那么简单 今天的视频就来给大家介绍它到底哪里好玩 值得一去 以及不容错过的美国知名市集 视频开始前请点击红色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 点击右下角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更新了 今日剧透 2018年数据显示 在美国USDA注册的Farmer's Market就有超过8700个 通常在固定的时间 本地的商贩农民们会带着自家产的货品 汇聚到一个固定的地点 形成规模不一的市集 可以看作是快闪菜市场 前去购物的人呢 就跟赶集的意思差不多 Farmer's Market有什么好东西 像刚才提到的 所有货品都来自本地 非常新鲜 价格也实惠 比如买一赠一的蜜瓜 10美元就能买一纸箱的自选蔬菜 除了新鲜蔬果 淡奶 肉类外 通常还有小吃 有机蜂蜜 果酱 鲜花和工艺品等等 大家可以空着肚子去 边逛边吃 顺便把菜也买了 如果是去旅游的话 也可以通过一个小小的市集 感受到当地的民风和特色 很适合安排进旅行计划 四个在美国不容错过的市集 1.洛杉矶 The Original Farmer's Market 这个是洛杉矶大有名气的农夫市场 从1934年到现在 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 它还有自己的微信号和微博呢 发展到今天 市场里除了各类新鲜食材 美酒美食 你还能看到厨具店 杂货店 服装首饰店 甚至是休鞋铺 各类小店 应有尽有 很有生活气息 去之前一定要空着肚子 市场里有多达35个美食摊位 出手来自世界各地的风味美食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早上9点到晚上9点 周六 早上9点到晚上8点 周日 早上10点到晚上7点 2.西雅图 Pack Place Market 相比洛杉矶的农夫市场 西雅图的Pack市场已经有百年历史 全世界出名 是去那旅游必打卡的景点 由于西雅图海产丰富 所以在这里 大家一定不要错过用鲜美海鲜做成的美味 比如大蟹腿 Pack Place Chowder的蛤蜊浓汤 三温鱼等等 附近还有全美第一家星巴克 口香糖墙等景点 同样 水果蔬菜 民俗手工艺品 也都能买得到 营业时间 全年开放 早上9点到晚上6点 周日只开到晚上5点 3.纽约 Union Square Green Market 这个纽约本地人很爱的市集 就在联合广场公园旁边 周边的上班族 本地知名餐厅的大厨 都会来这里选购食材 一捧鲜花 一根装在牛皮纸袋里的法棍 一豆子清香水果和蔬菜 手拿着这些 有没有一种电影桥段照进现实的感觉 市集里和蔼的爷爷 可能会递一勺果酱或者蜂蜜让你尝尝 热情的小哥或者阿姨 也会塞给你水果蔬菜 这在快节奏人人匆忙的纽约 绝对是不可多得的一景 营业时间 每周一三五六 早上八点到晚上六点 4.华盛顿特区 Easter Market 今天推荐的最最最有历史的市集来了 这个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市集 在1873年落成 现在发展成了当地人最喜欢的农贸市集 和跳到市场 所以除了吃吃喝喝 大家还可能淘到价廉物美 或者有意思的小东西 老物件等等 周六的时候还会有手工艺品专场 一些独立设计师 艺术家 会带着自己的作品来摆摊 营业时间 周一不营业 周二至周五 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 周六 早上七点到晚上六点 周日 早上九点到晚上五点 推荐市集清单 好了 美国的各大菜市场就介绍到这里 小伙伴们有去过自己周边的市集吗 光市集的时候又最喜欢买什么吃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给大家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请点个赞并分享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见 拜拜 拜拜